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夏天我最喜歡喝一杯Rose Rose即是桃紅酒 玫瑰紅酒 或是粉紅酒 其實我覺得夏天最好不要喝那麼多紅酒 因為紅酒的酒精比較高 而且很重 Rose有什麼好處呢 顏色比較軟一點 通常都是雪凍來喝 約8至10度左右 全世界不同的國家都有做玫瑰紅酒 玫瑰紅酒的做法是 首先把紅的提子收集回來 然後把皮浸一浸 馬上拿走 希望不要攝取太多單寧 和太多顏色 所以一般Rose的顏色會比較粉紅 桃紅一點 不會像紅酒那麼深色 不過要視乎提子皮的厚度 例如在澳洲 很多Cirac做出來的Rose 顏色是非常深紅的 剛剛我剛才喝的Rose是哪裡來的呢 就是法國的Rhone的Tavelle Tavelle這個AOC是專門做Rose的 他們一般會用Brenage 或者Mouvette 甚至是散疏等等不同的提子做出來的 他們的顏色 通常你會看到 都會是比較淺的紅補石色 然後味道會有很多Cherry 即是車禮子 櫻桃味 甚至有很多紅莓的味道 Tavelle AOC其實是世界知名的 因為他們一向做Rose都是有一定的質素保證的 大家要留意 通常買回來的Rose 千萬不要打算放3、5、7年 讓它更多複雜的味道 因為一般Rose都是在他們一出廠 就馬上喝 最完美的